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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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你記得好清楚 大家好 我和我太太 我的領導人 很高興的又再次來到台南 那今天 我們後來準備了這個 這個DVT是 結果比較想講一下 我自己這些 我們自己這些年做的事情 還有其實跟台南都沒有關係 一路來就邊想說 我們跟台南的關係在哪裡 前面背景講的 我和 廖雲章是 台灣《立報》的記者 之前是記者 後來是辦公室練琴 在一起 我就回報 我是當記者 可是當實習生 我就下手沒強 後來都在一起 那後來我們做的事情當然是 就慢慢走偏了 不過台灣《立報》就是一個 有點偏的報紙 它是一個相對左派的報紙 比較關懷弱勢 也之所以這樣子 所以我本來是一個正常的 台灣年輕的大學生 然後我是政大公共行政 其實也 就很 還蠻正常 蠻不同的 但是不小心進了《立報》 然後接觸了一些 比較關心弱勢的思想 所以大概在 20年前 我在報紙工作一段實驗之後 痾 其實 你說現在報業在下滑 其實20年前就在下滑 就沒有人看報紙 現在更沒人看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要做一些什麼 有趣的事情 那也因為《立報》 比較關心弱勢 所以 我們那時候 就比較看到了 東南亞的移民以後 外勞外勤 那我怎麼去接觸呢 我找了一個方法 就是去念了 濟南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所 就躲進校園 來逃避這個事情 逃避工作很累啊 然後 念書就是一個 一定正確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會一直念 碩士博士 然後一直念下去 我那時候就跑到南投去念書 那也的確改變了我的一些方向 那大概在 我就念書念了一半 碩士我大概 其實還沒拿到 我就課休完了 又回了 沒錢 就回來繼續上班 就想說怎麼樣 讓我自己的專長 我有一些報社 報業的經驗 那看我 我 讀了一點東南亞 你其實想讀一點點的話 你只要讀一點點的話 你只要讀一點點就超越大家 因為正常的台灣人其實 沒有人在care 尤其那個時候 沒有人在care東南亞 今天來那麼多人 表示對我的時代也能轉變 因為你們是對東南亞有一點興趣 好奇 對吧 假設是啦 不然應該去看cosplay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在2006年的時候 做了一份東南亞的報紙 那個數字 會有人有興趣嗎 不然我就 還是 知識性我先講一下 就是 也不是知識性 是資料性 台灣的外型勞工 就是這四大類 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 這四大類 這四個進口國 所以我們只從這四個國家進 目前最多的是印尼勞工 所以大家比較 你在校園裡應該也會常看到 大概包著頭巾的就是 印尼看護工 那 越南其次 越南的人數也是二十幾萬 都很多啦 都是二三十萬人 再來第三多的是菲律賓勞工 如果有電子工廠 大概多半是請菲律賓勞工 那泰國勞工人數 像會是最少 他們主要是在工地 或者勞動地 就勞動 蓋馬路啊 那這個是 其實台灣的仲介 或者台灣雇主的 某一些刻板印象 但是也不是都講的 比如像菲律賓勞工 因為他們英文相對是好 所以電子工廠很需要 懂英文的勞工 操作儀器的問題 所以他們會指定 一定要菲律賓勞工 好 這個 這資料都有 這不是我去統計的 這是勞動部統計的 那 新住民 就是婚姻移民 俗稱外籍配偶 那主要 其實人數最多的是 中國啦 大陸來的配偶 是人數最多 三四十萬 不過這些年 因為我隔開做這一塊 因為他們的中文其實還蠻好的 就可能 就在口音裡聽得出來 但是中文字樣是看得懂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不是我的關切範圍 那我比較關切的主要是 中文不太好 那越南的新住民是最多的 大概十多外 其次印尼泰國 就是民間居在 所以東南亞這一塊 人數大家可以自己在上 隨時分心 那個 數字一直在變 而且新住民的人數比較 不準 因為有的入籍了 他就可能 跑到另外一個分類裡面去 所以這個數字我其實還蠻困擾 不過總之這越南的最多 好 好 我剛剛談四方報 其實我碩士也沒唸完 可是我就覺得 因為沒錢 就回來上班 然後就回到報社 然後我和我太太 還有我們老闆 我們老闆那時候就出了一個點子 就說我們應該做一份刊物 給在台灣的外國人看 因為中文報紙裡面要看 然後因為我去念了東南亞 我們就說會了一點點越南文 就讓我們來看越南的看過 其實也沒怎麼想 那我的越南文程度呢 就是在越南待過四個月 在他們的大學裡 上那個那種給外國人上的武器 外語中心那種 每天上兩小時 其實 程度是很差的 就是可以喀拉兩句 喀拉到第三句 我就不知道該講什麼 然後 可是沒關係 因為台灣的記者都不會 從前我出去也講 全場的 我就可以很驕傲的說 我一定是這個場子 越南文最好 即使我就四個月前 不過現在我不敢講 現在越來越多人在學 都太難了 可是當時2006年05年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辦 這樣子的看過 所以我們老闆說 我們就來辦吧 那我說好 我也覺得重要 那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我自己在越南 該四個月的期間 你不會當地的語文 你其實會突然覺得自己好笨 而且你都在懷疑旁邊的人 在講你壞話 他們一群人突然笑起來 就覺得 還沒天天笑我這個台灣人 其實可能不是 那他們在讀一些東西 你讀不懂的時候 有個自信心會降臨 所以當我回到台灣 我 我們老闆提議 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對 當時的越南人 可能新住民 就是外配加外勞 新住民加移工 大概也二十萬 我說可以啊 二十萬人 支撐一份月刊 應該是綽索有無 那我們老闆就問我說 那裡面要登什麼 你的越南我那麼差 我說其實無所謂登什麼 我只要上網 把越南的氣象報告貼上來 就可以 他只要讀中文 讀懂 那個字是他讀得懂的就可以 就像我自己在越南的時候 去那個華人街買一本 盜版的雜誌 我會把每個字都看完 那個是網路不太 不太好的年代 那邊南的車網開來 不是隨時可以上 那在台灣 雖然已經有網路 還沒手機喔 還沒支援手機 可是台灣的網路 電腦連接網路 那可能不是你家裡的外勞 或外配 有資格去操作 外配的小孩可以 也許可以上網做功課 老公可以上網打電動 但是那個電腦 聯網或電腦 可能不是外配可以使用 所以十本貪物 在那個沒有智慧型手機 應該是一個救學 所以我說不管印什麼東西 只要是印越南字 他們一定就會很喜歡 那事實也的確正比 那事實也的確正比 比如說這個是新竹林外配 他就抱著小孩 當你給他一份 他看得懂的越南報紙的時候 他其實就整個人就進去 通常他的神情都會看到 那跟台南有什麼關係呢 好像特別講這個 其實第一份看不出來 試看看好病好 我就很高興 超高興 那晚上睡不著 然後黑白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也沒有前行沒編 我就自己幫他編 就自己貼一貼 然後有一些就是 之前行越南寫幾個字 就放上去 就想說把越南字 湊滿一份報紙十六頁就好 然後隔天 因為我報紙編完了也沒事了 我就想我來送報 全神送報 然後我就來了成大 因為我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成大有一個老師講微文 因為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就知道 他是國內可能 越南最好的老師 最好的大學教授 有一點點認識 所以報紙出來之後 我就急著想要讓這一份 以越南為 以越南文為主的刊物 送到越南的手上 所以我全神就學幾個點 我自己開一開 破很舊的紅色喜妹 然後從台北出發 到旁邊 我認識的越南店 還有那個庇護所 到埔里 路線我也沒忘記 好像本來到了台南 晚上再到台南 然後就找張維文老師 你們知道他嗎 台文所的 他平常都講台語 可是碰到我這個台語不好 他也很樂意配合我講華語 然後我就趕快送了報紙給他 就送完一碟 那時候就是 我們才印可能兩三千份 一個地方丟兩三百份 兩三百份 然後到這邊給江華龍老師 他說OK 他在台南這個區域 認識很多的越南朋友 然後可以把這個報紙給他 那天其實最有趣的是 插曲 可是那個晚上是 這邊可能沒有什麼人知道那個 洪山軍你們還知道 知道 要假裝老 洪山軍那時候 洪山軍在片地豐富 那天晚上在台南 可是洪山軍好像到台南 就會有點被打回去 就是狀況有點爭執 所以車上紅色的車就很危險 然後我是開紅色的車 所以我送完那個報紙之後 我就連夜逃走 我想說我不是洪山軍 我跟這個事情沒關係 還是有點害怕 因為那個時候的新聞 就 反正失明的啊 什麼那個等等等等 所以零十多年前的事 那是我第一 四方報 這張報紙跟我跟台南 甚至跟陳大的第一個怪事 那 這幾張照片 這其實都是都當時拍的 這是新入民 很像這一個 我和雲章 我們那時候天天書包裡 就被帶著我們的四方報 越南的四方報 碰到有人 一看就覺得 像越南人就把他送給大家 就雷達非常的理論 然後 給他報紙 然後他就會非常開心 他先會說 你為什麼有這個報紙 因為我會一點點越南文 不用我越南人 等他聽兩句之後 就覺得你的越南文怪怪 你 你是華僑 或者你是取越南太太 然後這個雲章如果再跳出來 欸 好像不太像 後來就不管了 他就會自己進去看 這一張是在一個山區的那個 小公園 雙溪 新北的山區 然後給他報紙 然後他就很高興就看 然後像他這種我們就最適合 所以越南 我們的越南四方報 開始非常適合 是因為像這樣子的看護工 家裡看護 他被旁邊那個 已經失智的台灣阿嬤 就聽見報紙 那阿嬤就是 已經失去意識 然後這個看護工就跟我說 好 我跟你講 我跟你們講 我從前沒那麼怕 我是因為在台灣 都不能動 就洗澡 睡覺都一直被阿嬤報紙 可是這種工作狀態 可能就剛好適合 這樣看 讀一份報紙 他現在可能更好 因為讀手機更方便 可是那個時候 讀報紙是大概最 最 最適合的狀態 因為在台灣 你想要找到 越南文的書籍刊物 現在也不容易 當時的更難 那我們這個習慣呢 也跟台灣有關 有一次 我跟我太太 她 不願不願 我們知道為什麼來台南 去 我忘記去赤凱樓 還是去哪裡 來那個觀光區 就對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 都是工作 娛樂 生活不忘工作 書包裡 都是一直給 帶著四方號 看到 給他 一掃就給他 因為通常回憶都非常好 他們都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 然後那個 是赤凱樓嗎 還是藝仔金的 反正就是一個 很多在賣搖搖兵 賣手搖兵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很瘦瘦 黑黑的女生 然後就在賣 在叫賣 大家知道這些新住民 其實很多都是在做這種小生意 我們聽到這個女生 她在叫賣 我一聽就覺得 就是我們的目標 就趕快送她 因為我們是怎麼送她 還是妳講她 對我們就 準備要送她報紙 好心的 給她一份家鄉母語開物 你是越南人嗎 對不對 這份報紙給你看 因為我們 我們基本上 碰到 我們的經驗都很好 不過那個是 應該是我們第一次碰到 不太好的經驗 那個 瘦瘦 有一點 膚色比較黑的 賣搖兵的女生 聽到我這樣問的時候 就說 你覺得我是越南人嗎 而且就是很 不高興 他怎麼講 我是越南人嗎 還是什麼 其實我心裡想 就是笑我才 我才給你 那我是好心裡想給你 但是她一回答我 當然就發現 糟糕她不是 那種天龍國的 不熟悉 台南的國語 所以聽錯了 以為她的 非標準 就是北京槍國語 是越南國語 就很窮 怎麼辦 就 後來走 後來都不動過去了 可是之後當然會 我們會想要研究一些辦法 或是 可能不能這樣直接問 你是越南人嗎 因為那是得罪的人 這個其實可以反映一個 台灣人的心態 如果我今天說 你是韓國人嗎 他可能會 或者說你是法國人嗎 你可能不會不高興 但是我說 你是泰國人嗎 你可能說 我是泰勞嗎 可是這是現實 台灣的 一般台灣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當我問你 是不是越南人的時候 有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是被冒犯 那我們自己的田野 當然就要想辦法修正 所以後來的修正會是說 你知道附近有越南人嗎 如果他是 他可能就 或者他一開口 他如果多講兩句話 那我們其實聽熟 我們都會知道 你是講越南的玻璃 如果他不是 不是我就只是請教你一下 附近有越南的 不是就不是嘛 就拉到 有時候我們在花蕾就碰到這個事情 我們因為在台南得到過一次 不太好的經驗 之後我們後來 很多人都會說 看到 你附近有越南人 然後在一個 東華大學旁邊的 應該是雜貨店 然後那個女生就 他就開口 他開口 他其實就是 我就是越南人 你手上 因為他已經看到我的報紙 他如果越南人 他看到母語的貪物 他眼睛就會拔亮 那你為什麼有這個東西 我也看過 他還帶我去他附近的 其他越南人的商店 我們就會一路串下去 所以我們在台南 到底是哪裡 一載精神 反正就是一個 很多觀光客 很多我們到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好 好 那 四方報的經驗 那還不錯 而且的確也得到了很大的迴響 那時候也跟陳大旁邊的一個書片合作 他已經倒了 他已經倒了 平伐物語 有人知道嗎 已經不知道 一個賣二手說 因為他娶了一個 越南太太 他的越南太太是你的學姐 很親和 在陳大歷史系的國班 一直還沒畢業 他在那邊有國系班 那 從前在 平伐物 在那個 娛樂街 好像 那 四方報 我們做了七年 我在2013年離開 所以這七年裡面 其實給我最大的 收穫 或者是得到的啟示是 這些人有好多好多事情 想要告訴我 想要說謊 就是你們可能 我們台灣人可能 並不太認識這些外勞 外配的民意一共 但是並不表示 他們自己是沒想法 他們其實 很多意見 他們在台灣工作三年五年 或者 離鄉被請到這邊 嫁為人 人父 那是有意見 意見從哪裡看 從 比如說這邊 我們在這七年裡 收到以越南文為 來說的話 收到一千 一萬八千多封信 letter 手寫的信 不是email 不是Line 是手寫的信 那我們後來還有 搬印尼、泰國、菲律賓的報警 不過那個的來信比較少 以越南的最多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樣子 這邊有沒有人看著懂越南文 陳套有越南文課對不對 你是不是懂 我懂 那你們到底為什麼要來這裡 不過沒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要上越南文課 其實我也看不太懂 我放大一點 看不懂還是看不懂 再大也看不懂 看不懂 可是 還好我也不是要給大家讀越南文課 大家要學越南文 去台灣所找江偉文老師 他們好像會上這個 他們有沒有這個班 可能有 我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就是要 反 證明我剛前面說的 這些人有多少意見想說 而且不管他 手上有多少材料 他可能沒有成品買的 很相隨性質 但是他有日日立直 有不知道哪裡 帶來的隨堂考試用 有的 這也是別人做立直 他總不是國防管理學院的人 他有定立直 他們會拿很多很多材質 來寫他們的意見 而且像 比如像這個 你這個 仔細看 他是可以 正版面都寫滿 因為他看懂這個 要雙面書寫 所以叫做 被命名有寫 有很多這樣的性質 我們才會 有時候我們在路上 碰到人 碰到越南人 他認識我們 這次 你剛就碰過 從今天拿出一本 他的日記 如果我有話要說 麻煩你登出來 那我們當然登不了那麼多 我們會解錄 但有時候會解錄錯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報社也沒有 我們有請那個 那個 越南新宿民來幫忙 開始當志工 後來才變成正式員工 那前面那段志工的期間 其實全報社就是 我的越南文最好 可是我的越南文呢 其實也看不懂 我在看懂幾個字吧 還要查字 所以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每邊問我 就是我們收到一封信 它有七八頁 他說我們登不完那麼多 而且那個時候還 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字 就是原文看上去 他說怎麼辦 總編我們要只能登一頁 那你挑一頁 然後我就挑一頁 我就看一看 因為頭有那些問候語啊 什麼 謝謝啊 你好 那個我看得懂 我說這一頁啊 這頁看起來超完整 有頭有尾 我們就選這一頁 就登上去 也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然後 報紙要出刊前 會 那個真正董月南文的編輯會 來幫我們叫頓 他就看 看到 看到這一個版上 有這一頁信 他就問我說 他問每邊為什麼要登這一頁 每邊總編輯說呢 他就問我說 總編輯為什麼要登這一頁 我說 你看不覺得很完整 有開始啊 大家好啊 然後謝謝啊 他說這一頁的內容 就是說 他寄來的信有七八頁 他說這一頁 這一頁寫說請不要登這一頁 他說請登前面那七八頁 這一頁不要登 這一頁是他私下跟編輯部溝通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文房辦報 其實出了很多這種窮 當然有試圖有那個 那個 Check的 所以他還趕快就換 因為他才知道我們不要登 他才知道讀者會不要這一頁 後來我們就拜託他天天還上班 不要 讓我們做這種很危險的事情 做錯的 他也許那一頁真的是罵人啊 或者是 不該登的 就登出來那個窮 好 偶爾也會有一些中文的信 有沒有人幫我唸 坐前面的幫我唸 給後面 2009年1月21日 那天是我阿嬤98歲的生日 我的阿嬤她對我很好 她把我當是孫女兒看待 我也把她當作自己的阿嬤 所以她的生日 我很想送給她一份禮物 但是我不知道送什麼才好 因為我的阿嬤她什麼都有 我想一想就想到四方報 我想請四方報幫我傳達 我對阿嬤的心意 祝她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瘦比南山 我希望這份禮物她會喜歡 我唸得很好 她還沒唸完後面有樂文 你不要光關掉 然後先放在這邊 待會你再開喔 先按一下 對這種我 這種信我就先看 用中文字 我就先看 像其他念樂人文信 一開始是 我們收到 每天收到二三十封三四十封信 然後所有影印編號 你看我看到他有編號 編號在這裡 這一封是2008年11月12號 第S封的第一頁 所以我明天最多只能收二十六封 因為我們都編號是這樣 我們就A到Z 超過Z的就明天再處理 因為處理不完 然後每一頁就掃描 成檔 然後實體信的就copy一份 然後我跟我的太太 我們下班就把那一疊 copy好的信 開車去夜市 因為夜市有一個程度不錯的 越南外配在賣張雨燒 然後就也是給她 她就帶回家看信 她晚上賣張雨燒 白天就讀信 讀讀讀 然後就再會回報我們說 這封信要登 這封信是來訂報 這封信是每次來哈拉的 後來她們太麻煩了 拜託她來上班 她就犧牲了高薪的張雨燒工作 她跟她老公在賣張雨燒 她們很好賺 不過她自己都不吃張雨 因為家裡全是張雨燒 後來她就來做低薪的編子工作 可是她也很開心 因為她等於是第一手拿到這個 拿到她的同胞的心聲 好 那還有一些畫 其實還蠻多畫 有人不喜歡寫字 有人喜歡畫畫 這些都是讀著寄來的 那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就是她在想念她的家鄉 然後 你們會看到她們還有 留電話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給她 不過這個電話是 從前幾代已經過了 而且他們都是用 那個叫什麼 預付塔 用完就沒有了 我們一開始會想說 不要了 留電話台灣詐騙 那麼多人可以詐騙怎麼辦 然後不行不行 我的電話一定要留 這樣別人才找得到我 就是礙線 可是我登出來 我上報紙 媽我上報 然後 然後 而且我畫得好 然後人就會寫 寫信 他們的信也會 留電話 然後那圖片 當然更會留電話 這個 也是畫家鄉 這個比較有一點曲折 你知道她應該叫 家鄉下午少媽媽 家鄉下午少媽媽 我覺得是少媽媽的 覺得是少媽媽的 覺得是少媽媽的 她比較厲害 是少媽媽 所以你們看得懂越南嗎 就是她畫這個家鄉 小橋流水 趕鴨子 然後放牛 然後有超大的青蛙 很美好的家鄉下午 但是少了媽媽 那媽媽去哪裡 媽媽在台灣打光 所以她在傳達這個 這個分離的那個感覺 會有這個教育夢 反正說 這還是一個逃跑壞老華 逃跑壞老的空 而且逃跑之後 就像你跳課之後 進那個 文思泉湧一樣 逃跑壞老 也是特別的畫那些 她畫的是 那棵樹 結石類的果實 她覺得那個是台灣 台灣 她在台灣工作 讓她賺到了錢 她希望她賺了錢之後 可以回去 這個是美術學校 她希望她可以 回越南 好好演出 因為她從前欠災 所以才必須出國她畫 她這個美術學校 她是有寫那個 藝術 藝術學校 藝術大學 很多這樣的畫 你看像這個 這個也是 這張非常經典 我們後來把它做成L夾 Foden夾 因為她畫的 剛好就是做Foden夾的樣子 那下面這句話寫的是 尋找應允之地 這你可以看到 她畫兩個越南女生 穿著盛裝 穿得很漂亮 只是她那個國服 帶著行李 從黑暗中走來 然後去找 來台灣打工 打拚 來尋找一個應允之地 沒有這種 這種比較寫實的 這個很陳大俏 有沒有看到 只不過現在的康復公會 包頭親就是 當時主要是越南 這個是越南的畫 然後她的 這一幅的主題是 日不一日 就是 你想像一個 二十歲三十歲 不管幾歲 她的工作是 每天每天 推著一個 一個 一塞米的老太太 然後兩人都塞米 就是工作很boring 很煩的 然後 而且她那個 弧度啊 就是那個 公園的步道 就是 看起來是可以循環 就我們那時候 想像把它做成一個動畫 一直推一直推 就在一個公園裡 消磨她的青春 她的青春就 在這個公園裡 沒有了 不過當然推一推 如果碰到同鄉都很開心 或者阿嬤 或者阿公通常 比較 是病人很重的 大家都不太會講話 或者公園裡 碰到現在很多外籍看護 碰到同鄉都會很開心 只是現在都碰到同鄉都在滑手機 現在他們也都在滑手機 好 這話很多 我們在到處 後來我們就到處做展覽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 他們的創作 然後 展現給台灣人看 也許不是多高明的藝術作品 但是 他們是 可以畫出這樣的東西 至少畫得比我好 他除了會打掃 會照顧老人家病人 做一些你可能覺得比較低階的工作之外 他也是有 藝術的企圖成名 我們一直想做的是 讓這些人的 人的特質被看到 而不是純粹只是一個勞動力機器而已 那他的回過頭來的目的是 我希望我們台灣社會 我們當然需要新的勞動力進來 但是 我們在要勞動力 因為勞動力是附著在人的身上 讓這些人進來的時候 我們不能只把他當作機器 他還是一個人 你把他當作機器 就是每一把一個人當作機器的時候 其實是除了傷害他之外 會傷害到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我其實真的繞回來是 我擔心的是傷害我們這個社會 當我們把比較窮的 比較沒有經濟能力的人 都當作人之後 我們自己的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性格會破壞 我們開始就 有錢人就對他 對他 沒錢人就對他 可以就 合理覺得對他 就覺得是應該的 當然差勢應該的 那現在台灣社會這底層的 大量離皮的人 就是剛才說的 70萬多塊的 那看 婚姻移民的 貧富的狀況比較不一定 那有可能 可能經濟狀況差的比較多 那這70萬的東南南外的老公 的確是最大批 數量最大 那 的一群 可能普遍像經濟人力 比一半可能低 那我們當然可以全面的 把它當作 不是我們來看待 可是 有可能反過來傷害到我們自己 傷害到我們怎麼樣看待 這個世界 我們在喊說我們要人權立國的時候 我們 的人權是 有 國別界限的嗎 還是有性別界限 還是有年齡界限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一直在 Oreal Care的事情 好 好 這段落後來不做了當然是 就是 這是另外一個 也是很會畫的 就不看了 他也是一個康富工 他畫到 現在回越南 他變成 省籍作家 還是國家籍作家 不是民視 你看 他超會畫的 而且這個是台灣人在幫忙 他當初在台灣的時候 他就看到四方包上很多畫 然後他也會畫 而且他覺得四方包燈 也很醜的畫 可是你知道我們是 衛托斯巴斯 我們也不是藝術大隻 所以 我們還是希望燈漂亮 可是你畫得很醜的 你都不燈他嗎 這樣 不好意思 就 那我們也變成精英大隻 所以我們就是 醜的 漂亮的燈 可是醜的也是 要燈一下 然後在阿桃呢 就有點看不過去 那麼醜的也跟在幫忙上 他就自己趕快地畫 他當然可能畫得相對還不錯 登出來之後 他是住台中 然後有一個 住彰化的 台灣藥師 中藥師 就看到他的話 那個中醫師也很渺 他會看四方包 他是台灣人 他就會看四方包 因為他可能接觸到很多 看護工 越南看護工 他看到阿桃的話之後 就覺得 我都看到千里馬 他就 因為他們都有 之前說都會有 有電話在上面 他就跟他聯絡 他說我要來贊助你 我要來買你的話 說我要投資你就對了 可是阿桃也是 他只是已婚婦女 他也不能隨便接受一個 台灣男人 他也覺得不對 乖乖 不過幸好彰化台中不遠 所以那個中醫師真的 他就在彰化溪口 阿溪口 對 然後就是賣養肉的 他就自己開車 去台中找阿桃 找到 然後就說 好吧你不收錢 可是我希望資助你 因為我覺得 你未來就是一個 很有錢力的畫家 他就買 顏料畫筆畫紙 然後畫冊 然後就 常常就跑去 每次就跑去台中 阿桃那邊 給他一些指導 他當然也是有一點 藝術性格的台灣士生 他們就變成好朋友 阿桃後來每次跟我們講 因為那個大哥叫陳錫黃 錫是那個金銀文在錫的 黃是 也是金字編的黃 很難寫 尤其對外國人來說根本就 所以 不懂 所以阿桃都是稱呼他為 恩人 還要跟我們講 恩人又來找我們 那 不過他現在可能在 在越南就是一個 還不錯啦 就是成功畫家 那就在越南 半戰了 是一個大姐 是一個 福泰的大姐 好 大家對四方報 還有什麼 特別的疑問嗎 有沒有什麼要問 不要進到下一節 真的沒有 衝 好 謝謝 給大家看一下 很有精神的 很有精神的 講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 是一年 也不成 Eu施 那 說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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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看 最近我才在說 十幾年前有一部 電視連續劇叫 《別再叫我萬奇情仰》 十多年前 到最近才有 十多年來才有第二部 才另外出現一部 那我們這麼多連續劇 其實連續劇裡 不會有出現他們的形象 我從來最喜歡取締的是 八點檔那種花戲列 就是 裡面那個戲裡面 每個都是董事長 董事長、總經理、主席、總裁 這些人家裡都很乾淨 可是其實戲都沒有演得 都演得不夠真實 因為他家裡這麼乾淨 都是外勞在打招 外勞從來沒有角色在 都是 很不真實 這種不真實 我覺得慢慢會 不好 就是讓我們 沒有看到真實的社會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電視 在電視上出現的東西 讓這些 外籍朋友的形象被我們看到 那我們當然因為 也沒有太大的資本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想說最便宜的是唱歌 而且他們來唱歌 我們也不會給他簽 然後我們也不 也不出攝影頭 我們就到街上就找很長 因為我們做了 私道報做了七八年 其實知道他們會在哪裡 出沒 出現 好 那 那弄個頻道 弄個電視頻道 也剛好有個電視頻道 叫做台灣中國 台灣也會有 其實都要在哪幾套 因為他訂品 他沒有訂品 他就是八十幾九十幾 或是一百幾幾 一百幾幾 其中一個師父 告訴你人生道理的 我也不知道是台太 但師父有時候 會有空檔 所以我們那時候弄到 每個禮拜天 有半小時的時間 他不給我們錢 我們也不給他錢 就讓我們在那邊播 其實播著他們唱歌 就像剛剛大家影片裡 可能會看到有點 我們就讓他唱 母語歌 主要是他唱母語歌 然後讓這些外國人的母語 出現在台灣的電視上面 那他也當然可以對著鏡頭 講一些話 我們會希望他講話 講話 因為他可能很難回 回家鄉 至少三年回去一次 勞工的話三年才能回去 以外新住民的話 不一定 看他家裡有個錢 所以坐著 我們那時候去 你看 這是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是電離人聚集的大宗的地方 這是捷運工地 我們就是捷運工地 找外籽老公唱歌 這是泰國 泰國阿貝 反光背心還沒脫掉 就來唱 每個人都很愛唱歌 我跟你講每個國家的人 都覺得自己最愛唱歌 你們常聽到台灣人說 我們台灣人好愛唱歌 我們台灣人好愛唱歌 越南人這樣說 泰國人這樣說 越南人這樣說 其實每一國的人都很愛唱歌 來這個是 旅港 我們都旅港 找旅工唱歌 其實都 很有意思啊 好聽難聽 不重要 因為好聽也沒有小心 難聽 就大家整個人都過去 我覺得 重要的是 他唱的是母語歌 而且他會出現在 Youtube出現在電視頻道上 我 有個 給大家聽一首 這是越南 欸沒有啦 有聲音耶 可以 等著那大聲音 我們來聽到 你來自越南的啊 我是南越南的啊 我是南越南的啊 對 那個聽歐的 是歐喔 已經 對 我不曉得 第一次聽到 就是那個 經驗團的變成金 那這個旁邊是你小聽嗎 對 就是第幾個小聽喔 第三個 第三個 那你今天想要唱的那個 真的 對啊 嗯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就是 什麼是 就是媽媽很偉大 我們 嗨 嗨 陪 嗨 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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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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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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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